今天支点小编和大家看看一宗真以声不断疑似时间2.0的贴文 让大家一起评评吧 话说Facebook群组将军澳主场有一名女网民发帖 他说留意到一个男士很久了 大概每朝8点到8点20分都会坐在地铁站外的那间七仔对面 刘主还说他专望女士,特别是穿短裙的女士 又说有一次看到他一路看着一个女中学生 看得没得望为止 又见到这个变态夹女狂 每日同样时间、地点、甚至坐姿 左看右看整部CCTV 自动detect短裙女 变态让我拍下你放你上网提提各位女士小心 喂喂喂,你拍什么? 我知道你每天都在我背后看着 你欣赏我都要有限度 爱还爱,但没有拍照好 等一等,暂停一下 事情可能不是这样 我们看看刘主怎样说 刘主说自从发现那位男士的行为后 从此只会走另一条路避开 刘主看到就好心提大家小心 不过网民反应相当两极 有人支持 多谢刘主提醒 也有人批评 为了被人公审的那位男士抱不平 正所谓懂看就一定看留言 就等小编截录一下正反两极的留言给大家看 留言包括男和女的反应 先来看看反对的声音 这位男网民留言引来不少人的回复 有男亦有女 你发现了一个正常的男人 在香港做个正常男人真的不容易 女权真是瘋的 下边要分开女性专用 如果刘主发现男人这个生物 原来会看AV会有什么反应 一定接受不了 大家看完反对的声音 接下来就看看支持的声音又怎样说 有男网民不明白刘主要女士小心些 有女网民作出解答 小编觉得这位女网民解答得简而精 就给他个like 其实要小心些什么 只望很难说这个男士构成骚扰 但介意的女士 好像上学上班都要穿裙的 就留意一下 不想被人望的就走另一边 而事件最终都严上了 不少网媒都有报道 甚至其他Facebook群组都有转发 还写上各位女士小心 各位男士更加要小心 小编的马甘同事甲 就看完这篇新闻 就突然之间心无可恋 他就这么说 现在做男人真的好艰难 好人不出街 出青卡又怕被人说看东西 甚至时间 怎么玩啊 就搞到我变成中年责佬 女同事越来越不是这样认为 看下也算了 就像楼主那样说 看到没得看为止 就是追着看 即是挺喜爱和不平衡 而另一位年轻女同事 就这样认为 我不肯定樓主說真還是怎樣 但我也有聽過有人提醒穿瑜伽褲的女生 要小心一點 因為有些人會用色迷迷的目光看著 始終近來的潮流都是以運動服飾為主 一來當然因為舒服 二來就是多了人做瑜伽之類的運動 大家提防一下也對 這場大辯論還未完的樓主的貼文更新解釋 說每一天上班才會在同樣的時間 經過同樣的地點才會留意到那位男士 又說正常人走過眼尾看到有人一路看著 都會多少不舒服 他就希望大家將心比己 相信自己的女友或者老婆 一路被人不停看 都會有不少男士發聲 劉主又說都想了很久放不放上網 但認為這次發現他認真過份 明白到看一眼是不會死的 所以他的目的只不過是想提醒一下 其他女士可以避開 眾觀看 兩邊的爭議的焦點都是指向一個方向 究竟是那個男士看女士有沒有問題 還是樓主拍攝他的人有沒有問題 大家對於事件有什麼看法 歡迎各位留言討論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訂閱HKG部頻道 按這個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條新片了